木回场,欢迎来到类台,我是蓝虎,咱们来看比赛 关战方的话是一手地佛,对战方的话是宙师普陀 利地斧的话打宙师普陀还可以是吧 而且利地斧这个门派是吧 完全有这种四两不千斤的一个架势 这个对战方的这个普陀,号称物理系的一个克星 对战方利用宝宝剑荡四方进行一个图夺 对战方很会玩,而且对战方的一个硬件也是非常不错 对战方给自己补一手光辉 双方的一个套路基本一样,都是利用剑荡四方给彼此挂夺 对战方的一个架势 对战方的一个架势 对待方解开自身的一个毒 对待方现在就是图一个生存 用紧箍咒给患者方 持续的弱输出 有一个破血 打宝货打一万 我的天 但是图一方的话 始终没有给对待方的一个人 造成一个很大的威胁 反而对待方的一个紧箍咒 持续给图一方造成一个内伤 对待方再起一手伞 增加自身的一个生存能力 对待方一手单车 对待方很鸡贼 宝宝比较选择防御 怪大方人物被锦出163 怪大方人物被锦出163 对待方的一个后排挂进锅 怪大方人物被锦倒在地 孩子还魂魂拉自己 对待方的一个宝宝 持续被关带方清掉 对待会儿 队战方开始顾伤点灌战方的一个人 灌战方人物倒地 因为队战方的话是有这个紧箍咒的一个原因 观战方的话想爬起来还是非常困难 这个紧箍咒的话每回合可以自动锁血 队战方现在用单体的一个顾伤清宝宝 观战方此时只剩下一个孩子 队战方再给自己点灯 队战方便 队战方 人物拉起来 对待方现在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打观战方的一个人物 这只豹子伤害有点高 但是并没乱用